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总监 我们这就是按照往年的惯例 来取这个年终的分红啊 是吧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是账上没钱了 这姜董在的时候 从来没说过没钱二字啊 我还就说呢 我说这余总怎么那么好心眼 还带着我们去这个什么旅游啊 消费的 你这不是 这不是糊弄我们吗 是不是 你甭 现在咱们余总不是这个全权代表吗 我们还就等他 你赶紧把他叫来吧 哎呀 马总你说这什么事 我们这不是拿着自己的钱 在虐自己吗 你眼见着那大盘就三千多点了 我这手都痒痒你知道吧 谁说不是啊 凭着咱俩跟老江这么多年的关系 虽说这分红不如理财产品吧 但是总归是得点的 凭着老江给咱俩画这大盘 描绘的这美好的前景 来 你都这是 你都不是 好 不如理财产品吧 你又这么一把 过去吧 他们等着和您说 您中分红的事呢 你说你去银行 你怎么不说 咱俩一块去银行呢 那快点吧 过去 好 我胆肥了吧 二位老总 抱歉抱歉 你别再吓唬我 我今天晚上做梦 梦想你们俩跟我要账 把我吓醒了 这话说得你也太难听了吧 我们只是来拿我们该分的分红 你拿我们当要饭的吧 这姜董才走了几天 你就把规矩都给赶了 没有 没有 那才赶 我是严格按照姜董的指示去办 一点都不敢走样 那就是故意再恶心我们呗 瞧您说的 上次股东会的时候 我用策号案的方式向你们会补 姜董说要启动这两个新项 那是你们的事 这跟分红有什么关系啊 公司启动新项目 股东们又不投资 所以我们只好从自己牙缝里省 省我们的呀 不是 那要不然怎么办 你经过我们同意了吗 你没有金刚钻 你别拦那慈禧活 你说姜董把这么大一公司交给你 你干不了 你早说呀 马总 别伤我 确实我没做好 但我其实 是被姜董推到台面上的 我完全让她的微信 一步一步地指引这么推进的 那你就说我们是委屈你了呗 连分红都敢不发呀 姜董这十几年的金融生育 全让你给毁了知道吗 不发 不发你一试试 马总 正好 正好邵阳在 你要是不信 你就问他 马总 吴总 这姜董过两天是回来了 你们不用这么着急吧 别扯那闲子蛋的 姜董什么时候为这事儿 让我们操过心啊 我等了 确实是我没有执行好 都怪我 你这样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两天之后 我去找您汇报 那两天之后我们来 你别躲着我们啊 你也看到了 这马总脾气不好 咱别闹出别的事儿来 走吧 走啊 到时候我去 二位老公府上拜发 余总 要不您还是 给姜董打一电话吧 只有她能相得住 打什么打 我说多少次了 这事儿别麻烦姜董 姜天的事儿 孩子的事儿 还不够乱啊 可这公司事儿也是大事儿啊 公司的事儿能拖 人命关天的事儿能拖吗 那 公司你是现在这样子 那 你要来干什么 不是让你负责项目吗 阶段性的 这不跟您汇报吗 你不用跟我汇报 把细节做好 让凯特李看到一个全新的公司 对了 那这马总 吴总 后天你怎么对付的 拖呗 依托待变 可是 这马总 吴总 毕竟难对付 您想啊 他俩都是调动资金的老江湖 他能怎么样我 打我 我才不怕打呢 你跟盈盈抓紧 尽快把项目落实 把东西给我吧 去吧 又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天儿姐 是不是累了呀 休息休息 还没开始练呢就休息 那还有什么效果 天儿姐是不刚生完宝吗 就是因为刚生完孩子 来 我说你要不想要坠肉的话 你就赶紧练 不是 我总觉得吧 我们家里人好像有什么事 瞒着我 老毛平时不又犯了 等着 我就给你拿药去 没有 我已经好了 不是 你们说啊 我爸走了那么久 只发微信给我姐 都不跟我联系 你们觉得是正常吗 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 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对待 你看看啊 现在宝宝身体不好打 姜叔打电话 肯定得问宝宝的事 那你心里不好受 姜叔心里肯定更难受 所以说这样的话 负能量无限地扩大 还不如不打呢 要我说吧 这事就怪你 你能给卡特打个电话 你就不能给姜叔 打个电话呀 卡特跟你联系了 卡特说了 把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姜叔也联系上了 说忙完完 过几天就回来了 难道 是我想多了 我抑郁症又犯了 我抑郁症又犯了 哥 辛苦你了啊 哪里啊 应该的 都算一家人 我 我 我是 争取跟一家人 以后当江家的外国女妃 江家小公伙 说话不在 你还不在 喂姜天儿 喂姜天儿 我让你办的事办了吗 什么事啊 你把我的话当耳狂疯了 我让你联系我爸 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好帮他一下 你竟然忘了 天儿啊 是爸爸 爸爸这是挺好的啊 卡特的小伙子很给力啊 帮了爸爸一大忙 爸爸这两天就回来啊 爸爸也想你了 我才不惦记你呢 整天就生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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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美国跟生意过吧 走吧 走吧 看来余总这个 磨人的功夫 都是从茶道修炼过来的 老江斜的歪的本事不少 还没体这一套 这茶可能是不排泡吧 咱们江总 下放了不小权力给你 是吧 这旅游 会所 也都尝过了 是不是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节目 其他节目 就怕你们二位老总没那肥胆 不过有一句话得说清楚啊 这茶是我自己掏油包请你们的 跟公司一毛关系都没有 成 还有点自知之明 我本来是想接着让你们旅游 考察一下咱们公司的心象 没想到 哎 就跟这茶似的 那么多人喝 没几个能品出 这茶中的情意 哎呀 载商言商嘛 吴总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什么意思 公司新项目启动 自今周转困难 我估计你们今年 中期的分红 恐怕见不到了 这是得顺的意思吗 这不是谁的意思 公司的实情 我都没好意思打扰江东 这股市窜到三千多点了 眼瞅着这波行情可就要过去吧 但凡公司新项目启动 短期内都不会见到利润 但是长期一定是个利好 少来这一套 我马翔可没有那咸公主 在这儿跟你磨叽啊 如果替二位着想 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位 购买你们手中股份的投资人 接着说 只要你们答应 立马就可以变现 但是你们和江董都合作这么多年了 就等个四五年 最起码还有情意在吧 四五年之后肯定会有利润 放长线钓大鱼嘛 二位老总 我还有点事要回公司处理 你们继续品着 啥时候品出茶的滋味 随时呼唤我 什么样的非常措施啊 什么样的非常措施啊 两场官司都输了 根本没有扳回的可能 叔 你别郁闷 怎么就没可能啊 对于凯特那肯定没可能 对于咋 没条件咱创造条件 关键是 你怎么创造条件啊 叔 我跟你讲件事啊 我有一朋友 有一天呢他家这孩子 去邻居家玩 俩孩子打闹 从楼上摔下来了 其实真没什么大事 就是点批评事 我这朋友就想啊 擦点紫药水得了 结果 这美国律师在场 介绍了一医生 去了以后包扎得可好了 完事儿 这医生就把邻居给起诉了 这医生的确有权力起诉 因为 这个是涉嫌虐待儿童 对 出来了 必须得打官司啊 撤诉都撤不了 你猜怎么着 这律师费就占了很大的一块 这律师就是个托儿啊 聪明 这么说 凯特里的风轴公司 已经开始启动审核程序了 我们公司有戏啊这是 只能说是见到曙光啊 我给江总发一个微信 让他也高兴高兴 先放下 审核启动和审核通过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你现在告诉他 万一要不成呢 你不给他添堵吗 等什么时候合同签了 张盖上了 你再告诉他也不止 盛阳高兴 快乐的事情 想和江总一起分享 没错 高兴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 现在对江总最高兴的事 就是他孙子能保住命 对不起我说漏了 不过没事 你们俩也不是外人 但是不要往外传 江天 不是江总的亲生女儿 说到哪儿哪儿了啊 不许外传 你想 对一个父亲来说 含辛茹苦地把闺女拉扯大 忽然知道她不是亲生的 这心不得再流血呀 咱们绝对不能 往她伤口上撒眼 只有消息确定了 才告诉她 让她高兴起来 刺库项目江总很重视 这也是 他对咱们公司的 一个构想和布局 项目必须要做下来 我想 在凯特里审核之前 把这个项目 做成一个样本 是 余总 这好像不太可行吧 你想啊 这个物流疏通和升级 是现在这个跨境电商行业 发展的痛点 而且要和保税仓 运输包装 配送都能配合才可以 再加上 货物同感环节的过程 也要梳理清楚 才有可能研发 这个难度太大了 时间太紧了这个 你觉得难度太大了 嗯 你们是什么人 公司的动量 江总最信任的人 我恳请你们二位 我替江总恳请你们二位 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为了工作 都是应该的 是 有需要我们的 您说话 好 另外财务方面 也不能放松 建英 你进来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财务总监赵英英 你好 嗣酷项目负责人邵阳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朱建英 英国博明翰大学硕士研究生 国际注册会计师 这所大学在世界排名第七十六位 英国排名第十一位 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李嗣光 是我的学长 李嗣光 那个你先你先坐下 给他打很多钱 我想让建英 负责和风投公司对接 营英负责私库项目的财务 郁总 这方面营英比较熟悉啊 我当然知道了 他在国际大学毕业 所以和风投公司对接 更安全更可靠 营英对这个项目熟 所以做起来更得心应手 要是没什么问题 那今天就这样 尽快交接 行 以后关于李嗣光这事咱就不提了 差太远了 上次在机场啊 多亏你出手相救啊 不然呢我还不知道在那个屋子里面要待多久呢 谁让咱都是中国人啊 他不帮咱们帮谁啊 是吧江叔 是是是 举手之劳嘛 这是我那朋友啊 房子的所有资料 您看一下 我接到你们的电话 跟我说的那个事啊 我就跟我丈夫说了 本来呢他今天跟我一块来的 后来今天有个案子要开庭 来不了了 是这样啊 那个我们那朋友呢 打了两场官司都输了 现在说啊 就是胜利的希望比较渺茫 其实啊我们就想问问 有没有其他方法 好 余总 你们刚刚说的我已经了解了 剥离方案 我们公司的投资簿 已经通过了 太好了耶 那我们海鲜大酒楼 清合一下吧 对 我知道一个海鲜酒楼非常好 先别忙 投资审核 是要报批董事会审批的 对了 余哥 新公司的方案 您过目吗 看过了 而且公司股东会一致同困 我们法务会和你们尽快对接 那就好 双管齐下 争取董事会通过之时 就是新公司成立之日 太好了 太好了 余特总 大螃蟹自取来啊 吃饭就不用了 我还要赶飞机 好 余总 谢谢你的咖啡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更加愉快 一定会 李总 内容做好 比什么美味都可可 您说呢 当然 再会 好 付近 谢谢 谢谢 卖卖宝啊 卖卖宝啊 这就行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儿下 好 不会有问题吧 当然不会有问题啊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就好了 李总 主要是因为你的公司底子好 但是啊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肥水不能流外人天 千万不能让那两个老股东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 姜德顺一定就知道 哈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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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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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好 我的照片帮你找到你? 你的照片? 你的照片? 那我给你? 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她? 你也看到她? 好,好,好 好,你和你和Loh 一起合作? 不,不,不 不,不 不,不 我对不起 你怎么看? 我好 你? 你? 嗯... น RSB 你让利物ken? 为何? 静 inic 静 nehmen 父亲 他こんな声音 哀か 他们派到 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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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N-No Good Party? 派到 派到 為甚麼? 我想睡覺 而且它們是太大聲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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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這邊請 你好 余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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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五下就行了 坐坐坐 還這麼大戰士 坐坐坐坐 請余總談事 我必須得符合余總的氣勢是不是 來來來 喝茶喝茶您 這環境真好 謝謝謝謝 顧芬的事 余總 懂我 您也知道 我跟姜董這 這麼多年的交情 公司這幾年發展得這麼好 真是多虧了你們幾個果冬 體力相助 是啊 這幾年的公司力量 確實是不足 不光這幾年 以後會更好 姜董那天推薦會場 不是也說了 這新項目整理上了 但是可能會有一個 設備漫長一點的微報器 我們現在期望 我們能做的就是 跟我們站在一套船身 追加點投資 您說這投資 我跟老吴啊 給姜董介紹了好幾波投資人 人家一聽啊 覺得特滿意 可是姜董就不搭理我這茬 我真不知道這老姜是怎麼想的 姜董從戰略上的布局 有時候我也猜不到 再加上他家裡邊現在 這爛糟的事兒 孩子也生病了 我估計他是沒把心思 放在這個項目上 理解啊 理解 這肯定理解 理解 但話說回來了 如果真要有這個辦法 你們股份要稀釋 你們剩下多少 如果說你們按照比例追加投資 那就不一樣了 但是有些事我得提前告訴你啊 咱們公司今年中期分紅 年底分紅可能就微信了 這心向圍上馬肯定 會有這麼一個過程 跟股市現在這個紅火的情況比 咱們肯定是比不了了 你看這兩天股市 頭戲你就 嘟嘟嘟的往上升 是 什麼年代了 誰還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 老董 咱哥倆過得住 我給你 撈個十里 我是一發小朋友 發了點菜 我拿房子 我自己那房子抵押給他 他才同意投資 您說的那投資人 對啊 我跟姜董的關係跟你們不一樣 我最悖的時候 姜董挺身而出 幫我渡過難關 他現在遇到坎了 我是死活也得陪著他 一直到最後 但是你們就不一樣了 再上言商 你們現在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我們都不會怪你 對吧 但是時間不能長 最多兩天 你記得跟我一答覆 兩天之後 你拿刀架我脖子上 我也拿不出錢來了 好吧 你考慮一下 我還有點事先走 再見 余總 等等等等等等 這不就明怎麼還不來啊 你說這 到了美國以後 也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 他帳戶不是律師嗎 按理來說 這應該懂得時間觀念呀 這都幾點了還不來 這都幾點了 這都幾點了 真不是人來晚了 咱來早了 你說你也是 你說你沒什麼事你催催催催什麼 這咖啡廳咖啡不要錢呀 叔 你別著急啊 我跟你講有些事不是急的事 稍安坐 這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讓你們久等了 姨 不是不是 正好正好 到您坐這兒 時間剛剛好 我丈夫說啊 你們這場官司啊 要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走 打第三場 輸的概率很大 幾乎沒有贏的可能 對我也想到了 難怪羅美娟打了那麼久的官司 非常抱歉啊 今天上午见的 罗伟贤的邻居 他跟我说啊 一家人经常开班 还是找我 咱们要是能够 找找证据 抓他个现行的话 再一举报 可以的 因为我以前老开班里 老被举报 对对对 得有证据 不良少年啊你 怎么样 怎么了 等等 老江 好消息 我那雇主说 他跟那家墨西哥人啊 是同事加老乡 这么巧 我对雇主说了 他失业立马就已经做 那家人失业 到现在还没工作呢 说那家人 现在就只这个了 难怪赖着不走 江我说 江叔 你都到美国了 这点钱还用你出 我告诉你 我在这儿闲得就剩这钱啊 多少钱 跟他说 我 可以开始 火了 谁想我的美丽艾丽家 看看 你看看这儿 这儿美丽 我们有自己的城市 哇 这真是美丽艾丽家 我们的表演 美丽艾丽家 好 我喜欢 对 这真是 真是美丽的景色 大伟 这是我 美丽的妻 艾德 我是卡特 很高興認識你 卡德爾 那團隊在哪裡 那 你可以趕快趕快 沒有 那說樂隊的事呢 對 樂隊還沒消解 哪兒呢 對 等一下 你幫你幫我打個電話 Christopher 不不 Christopher 打通了 你跟我說一聲 Christopher 對不起 他們在他們的路 你知道嗎 因為他應該要叫他們 你知不知道 當然他沒拿過他們 但是 對 我們給你 Hey Tony 你在哪裡 The You're here? Christopher You're here Come in I hope I... You're here? Hi Welcome Wow This is nice Hey guys Woo The party's here Hey man Wow We're gonna turn up I see you know we're gonna get turned Okay Let's go band Set up over there Alright hurry up guys Hurry up Hurry up Hurry up 公司註冊當天 第一批資金必須到位 已經標註了 去吧 老作弄好 好 能弄嗎 弄嗎 好 有呗 恭喜恭喜啊 不是你在外邊 你怎麼進來呢 我是一興奮 我忍不住我就保進來嘞 第一筆資金到賬 這只是萬里長成第一步 哎呦 何止是第一步啊 是歸間性的一步哦 冷靜 繼續 你還能讓人大目信心咯 當然有信心啊 哎 合約嘛已經 資金嘛一到位的 窮的就上鈔票嘛 什麼數的咧 你手抽筋 嘿嘿 這個好項目啊 就是不怕命大利潤 哎 你說 那兩個骨刀太脫了吧 不但如馬翔這倆 在商機里那就是貓 應該說是蟬貓 聞到點心味就不會放口 所以風頭的前進了之前 千萬別走路放水 行的 我還給他擺了道龍門鎮 看他能不能自圖羅網 高 一種時間是高 到時候就不知道 江是老的蠟還是新的蠟咯 呵呵呵 大意不得呀 是 是 是 什麼 買多少了 買了十幾個 炸彩啊 傻呀 傻呀拍視頻呢 李博菲 喂 江澤順啊 你 你幹嗎呢 小元 這裡邊怎麼跟炸了鍋似的呀 小元 我有事 不是 你有 喂 喂 你這警察怎麼還不來 怎麼就打了打給我打 打了 打了 看那老太子撥了兩次給他 打通了嗎 打通了打通了 你就再說 嗨 嗨 我的朋友 你好嗎 這是很棒的派對 對 主人來了 說得這開得倍棒啊 我們現在要靠它了 嗨 嗨 你怎麼說 我們要靠它了 為什麼 來啊 馬上叫我們 叫你把音樂關了 真笨 還沒來呢 好 請停 停 對 我們要停 停 閉嘴 快點 別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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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快點 不要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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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马总这百分之十 你朋友都吃了 这百分之五至关重要吧 我真的是替吴总考虑 收收看 我这字都签了 吴总 是这样 您跟姜董这么多年一起合作 因为我的能力问题 管理公司没几天 俩股东就撤伙了 我这心里真的挺难受 商人逐利嘛 而你情商也撑不了大事 您说得太对了 我还想求您一件事 能不能 您先别跟姜董说 撤伙这事 我怕他一时 等他回来 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们哥俩在一块聊 只要他能舒服一点 就算我求您了 我那钱 下午让我财务就去办 是 是 广怀 你跟姜董的事你自己处理 我不掺和 谢谢吴总 那我就不做了 告辞 莫老师 那你 吴总 挪这个把戏撒得漂亮的呀 把这个吴马二人拿下 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文件 可以说明这个公司 我是农的了 本来就是余总的嘛 对对对 你看我这个也无缸 这是没有水平 余总 见谅好 行了 兄弟 晨来落定 论功行赏 签个字吧 不让你白带齿 给你一分鼓励 这呀 余总啊 我看着都眼红 这不白拿 你能不能拿出点 英国博明汉大学的气质的 别胜头跟着争 母公司的财务总监让你当 那么多钱都给你一个人管 还想怎么样 这回 风头能到我们这儿来 多亏了 吕迪胡 功不可梦 哪里话 哪里话 余总功劳才是最大的 你看 余总把房子和车子 全部抵押掉了 我妈就是动动嘴皮子 跑跑腿肚子 瘤死我了 余总您把房子和车都抵押了 要是钱够的话 就不用再找抵押钱装借了 那万一有点闪失 您以后住哪儿啊 再说这上市 可不是说上就能上的 没有投入 就没有产出 不光姜德顺有魄力 我 一样可以破釜沉舟 我 你跟那儿呢 傻呀 我拍的 好好好 你这等会儿有个自拍 你说 我的造型是不是特好 你看啊 不须的 这儿正好有邻居 这个完全可以证明在扰您啊 而且咱们也有报警记录 如果咱们再能找一下邻居 要个证词的话 没问题 走法律程序没问题 赶紧 赶紧把这视频发给记忆律师 行 还 还 还有你录的那个 您有没有 我没有 不穿 你给那律师发一遍信 你问问他 你说能不能快点 用钱说话 找我 陪开始 这 这 这 好吗 快 你怎么还没走 房子还没给你要回来 我能走吗 够仗义的呀 你来纽约就是够要房子的 签字吧 我有律师 放心吧 免费的 免费的 我花那么多钱都被你要回房子 你免费的 三天之内 我保证把房子给你要回来 应该老邓家 我多钱都被你与了 你怎么还会吃呢 我一直在泡写响